论元神文化输出有多成功 曾有话称美国靠好莱坞输出文化 日本靠动漫输出文化 中国国产手游在国际领先 能依靠手游输出文化 元神在这半年正式证明了这一点 从国外知名某馆说 每个视频都是上百千万级别的播放 当然文化输出不能光有热度 之前的听书人融合大量中国元素配乐 打造出鲜明有特色的离乐与角色 而离乐部分又是参考中国古代文献 优秀地传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美 且在短时间内一度登上国外排行榜 再来说说近期的事情 在秋夜园标志性的AKB48的海报 被替换成元神的海报 要知道这块广告牌可是AKB48 长达十年的专用广告牌 可想而知元神在国外影响度有多高 这才是文化输出的正确姿势呀 话说都这么成功了 要不要A官方调点元神呢